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我们丰富的分享以及对学术界的贡献 请摄影师准备 好的 谢谢请两位了 接着我们游戏影师长们一同上台合影留念 邀请各位师长们 在演讲开始之前 我们邀请黄副校长为讲者引言 掌声欢迎黄副校长 不好意思 还有我们本校的苏长 还有这个院长 还有这个各位同学 各位贵宾 今天海南斗我们邀请到我们中研院的演数 王卫金演数 来我们参与 第131次的卫生讲座 我想这是中研大史最高的荣誉的一个讲座 那我想我们都知道 王卫金在这个结果生物学的贡献很大 我记得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席的研究研究研究 那时候他也发明了一个 应该是新发现 ZDNA 我昨天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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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个东西我先来听一下 那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 王艺世他的这个協经理 那我想他是在1974年 以李莫的香叮分校 他叫化学所博士 那么他是 中研院的这个副院长 我想他这个 这个在副院长是2015到2016 那他同史在1880到1889年 他是已经用大学香叮分校细胞 以结构生物学系的教授 那王子理工学院的这个 诸森研究院在1885年到1888年 那我想我们最主要 我们都知道王艺世的贡献很多 而且他的成就 还有奖项也蛮多的 我开会给各位讲几个就好 一个是他在 在2018年获得台大捷柱下额奖 那2017年是总统科学奖 那同时呢在2005年 宿舊科学验室 那在2000年获得了中研院验室 那我想他现在是在7年 他融合为国际生物化学 以分子生物学联合会 有费载 那任期三年 我想这都是很大的荣耀 在台湾我想很难找到必要位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 我们各位现场的朋友 能够很幸运的能够听到 我们这个王艺世 他分享结构生物学联合到 生物科技发展的一些历程 还有他的经验 我们以乐乐小时发明他来跟我们做 首先呢 我感谢这个王副校长的介绍 还有各位同学们来参加这个演讲 那后来我了解了这个 这个副生长座里面的听众 绝大部分是学生 所以呢我就稍微改了一个题目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药物开发题目 也会在这个里面 那我用了这个题目 我现在是说 在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观念 关于这个所谓的 Basic Research 跟Translational Development 常常很多同学们 最近也有一些困惑 我到底应该要选哪一条路来走 诶 我是用中文讲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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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呢 我就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方面是我自己的 这个经验 然后 最近的一些发展 在这个基础研究 还有在应用方面 到底 这个之间的互动 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这个 我自己的 基础训练 其实是在结构方面 这个一九七 其实我一九六几年的时候 在台大的时候 对于这个所谓的 分子的结果 就感到很有兴趣 所以那时候呢 这个 我在台大念研究所的时候 有一位 从美国 沙拉姆斯 到台湾来 Sabbatico 一位 一位犹太人教授 长得非常高 那他就教我 我们一般人不多 就是教授所谓的 X-ray crystallography X光解晶学 所以我受到蛮严谨的训练 在结构 尤其是晶体分析方面 那我到一日落完以后 就开始做一些 跟生物分子比较有关系的 一些相关的研究 所以那时候也讲不上 所谓的结构 生物学 structural biology 在那一个年代 其实还没有出来 不好意思 我才看到 我这个December 并做了 Anyway 所以 我做了蛮多 生物分子的抗生素 或者transporter 等等等等 做了可能有四五四种 不一样的分子 所以也建立了一些 在生物分子的基础训练 我在丁丁多晚念了 三年多一点点的 这个PhD 我常常 人家说我在training 我一共发表了二十几回 快三十篇的paper 所以 做完了以后 我们觉得说应该更进一步 要再往更难 或者是更大的题目去做 所以呢 往前走的时候 一路走过来 我1970年出国 所以我公元两千年回来 回到台湾 所以我在国外待了三十年 所以这个历程 当然说顺利也算 但是也不是什么大成就 但是回来以后我想说 可以贡献一下我这个 在结构生物领域 尤其是同步辐射相关 来做一些贡献 但是我们走过来 也许有些同学会觉得 这个老师大概也很厉害 但是我常常讲 我说not everyone is the moral leader 所以 这个出生就是天才 这种人很少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失望 那我后来就在想 这个 我们 为什么对科学 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科学 有一个 兴趣或者一个热忱 主要我想就是 因为我们对于很多的事物 抱有很大的curiosity 所以我们都很好奇 不管是生物的现象 或天文的现象 等等 那爱因斯坦自己就讲 他说 I'm neither clever or especially gifted 当然他很谦虚 I'm only very very curious 这是他的话 那说爱因斯坦 我们也可以想说 他可能是 这个 最近这个 decade 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那爱因斯坦 是一个symbol of genius 所以 最近 那个star war 最后一集要出来 我很喜欢看star war 因为 star war第一集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1970年代 我还很年轻 觉得 这个star war 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电影 不管是技术上也好 或者是观念上也好 所以那时候我在Eleanor 当教授的时候 我有很多台湾或者中国来的学生 外国学生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要学英文好好学 那 有一个方法就是 我就告诉他们 look at the top 100 movies 你去看这个 movie 你去看这个 movie and learn English from it 所以呢 我对这个star war 就很有兴趣 那star war 里面有一个人 各位我想都知道 他叫yoda 那 我差不多一个月前 去东京 跟我女儿他们见面 去看 他有一个star war 的一个special event 我才知道 这个 yoda 他 这个character 那些艺术家是怎么画出来的 所以他其实是 他说 Einstein is probably the most clever person 那 yoda 是 在那个电影里面是 一个智者 Weisman 所以他是 你仔细跟他看 他们两个有点像 所以 所以 yoda is model after Einstein ok 所以 所以这个 是蛮有意思的 那 我们常常也会问说 哎呀 我们做这个basic research 又怎么样 就是有了重大发现 好像 也没有什么用 我用一个例子 我们最近很夯的一个 中英音乐 还特别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It's about the black war black hole 对不起 这个black hole the discovery seems simple but it is very very difficult very challenging you know It takes hundreds of scientists and many many facilities to do it 那你要看到这个black hole 现在有点是crescent shape with light on the outside the little hole in the middle 那这个black hole 是靠 已经算是靠我们 Galaxy最近的一个地方 87 这个discovery 有一些破纪录的一些事情 in this black wall in this galaxy here there are 6.5 billion stars 65亿的信心在里面 OK It's 55 light years away OK 所以 in modern days if we want to travel there it takes forever a day 那 但是在star war里面 就按一下 就到了 所以这个 the future is good but in any event it also takes 8 radio telescopes 八个这个 radio telescope and so 收集了这个五个 petabytes的data and so and so so this is a very challenging project then you might ask 我们发现了black hole又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用途 当然 从一般人的角度 我前日子刚好去新加 或者新加 菲律宾看到这个消息 他们的预报 有人在担心说 black hole you will suck up all the lights and the stars are we in danger 所以 这个菲律宾有一些人 就问这个记者 跟他讲说 don't worry nothing will happen to you for now so 所以呢 这个 那 为了要看到这个东西 it takes many many high technologies computer telescopes everything you know so it's not an easy thing to do whether or not it has any use well because what you do there 你们 会为了要发展一个 you know very high precision the telescope radio telescope many many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concept need to be put in 所以呢 其实这样子讲起来 就是说 我要看一个black hole 其实是curiosity driven 我只是好奇 这个black hole 在这个 相对论里面讲到 有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Einstein 他们提出来 那是不是真的 有这个东西吗 我们都想要去看到它 this is curiosity driven but we we want to see in order to see this we need to have this mission we need to accomplish this mission we have this goal we have to design tools making use of anything we can think of in order to see that black hole 所以那个curiosity and mission 是一级两面 那我就想到说 这个 在罗马神话里面有个叫Janus 我想到Janus 你会看到一个点 about Janus 这个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I think it's Pacific Ocean but it's a junction of Pacific Ocean and Atlantic Ocean so one side you look at Pacific Ocean but the other side you look at the Atlantic Ocean but in the myth mystical story of 这个 Roman myth Janus one way is looking at the future the other way is looking at the past the other way is looking at the past 所以 他就是curiosity driven 跟那个 其实是有没有 这个觉得 他没有什么用 to do a mission oriented you have to have a very sound and good research basis 所以呢 我用我 开始 来看一下 我 这个 这个 几十年的 经验 research的经验 我的经验 其实大部分 是绕着 DNA 来走 所以我的是 我用这个 简单的 用DNA 来叙述一下 DNA 我想各位 如果在生命科学院 你们应该都知道 DNA 是什么意思 It's the genetic material of our life 那这个DNA well if you want for example this is a virus 那你把这个 virus的头 打破的话 这应该是T2 还是T4 的一个virus 破掉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些DNA 跑出来 那这些 string of material we know it's DNA but what does it look like? 所以很多人 就想要晓得 这个DNA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要 有时间的关系 我就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那最后这个 Rosland Franklin 他 照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DNA X光的 绕色的 这个照片 那这是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照片 这张叫做B-form DNA 那这里有几个特色 一个是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H-shaped 这个spot 这里有一个很heavy的 这些影像 那这个B-form 最后 It's a truly amazing story 最后 这个Watson & Crick Watson & Crick 他们就 deduced 这个所谓的DNA structure 它当然是一个 right-handed double helix that was the base pair in the middle of the double helix 这是 但是你要记得 因为这个是用 所谓的 poder diffraction fiber diffraction 我讲错了 不是poder fiber diffraction 去造出来的东西 so the data is unlimited and so you have to make some assumption in order to produce 这个model 那这个model 就可以 fit all the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information 可以符合 来解释 这个fiber diffraction 的pattern so Watson & Crick derived this structure which 我认为 是在 biology 里面是一个 最重要的发现 不是最重要 也是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所以bDNA using fiber diffraction 让我们了解 这个double helix 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那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fiber diffraction 去model出来的 所以大家一直还是有兴趣 那DNA double helix bDNA 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是做结晶学的人 我们会说 最好是要有一个real crystal single crystal and we deduce the structure based on solid data and theory 所以我就开始对DNA的结构有兴趣 我还在念书的时候 MIT的Alexander Rich 这位教授 他就开始研究DNA的结构 他是用很短的DNA 只有两个 它是 dinucleotide phosphate 一个很小的一个fragment 但是呢 GPC 它是self complementary 所以他们就 构为一个mini double helix 把结构解出来 我那时候当学生就 very impressed you know what how come they can actually see this double helix 所以我就申请去他的实验室 去当POST 他在MIT 那时候 我1974年就到MIT 到了以后 这个Alex Rich 他那时候的心神大部分 是着重在这个所谓的another nuclear acid not DNA but run 是RNA 他在做RNA structure 那这也是一个fascinating long story 那今天我没有时间讲 那我们从做结构人的角度 那比如说你这个RNA TRNA的sequence 那这个Holly deduce 这个所谓clover leaf 就好像一个山叶草 算是山叶草 这个 有一个女生 新加坡来的歌唱歌 她是四叶草 还是四叶草 为什么会叫四叶草 Anyway 我对她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有个朋友 她手机的微信就是说 我想你 我想你 那就是 那个 新加坡的这个女孩四叶草 唱的 所以这个clover leaf 它有三个叶子 这是一个所谓的secondary structure 它是二度空间的 二度空间长这样子 三度空间长什么样子 所以一定要用 所谓的结晶学来做这个 最后 做出来的结果像这样 那这个当初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里程碑 这就是第一个 macromolecular nucleic acid structure 所以它是一个 Alex 叫它是 L shape 然后 其实是Dogman L 所以我们有想说 那这个应该是Tao 所以 这个 你的一个发现 最好要跟它取一个名字 那所以 那时候我们就说 这是L shape 那这边是所谓的 CCAM carry amino acid 那这边是 codont 跟anticodont 这个interaction的地方 等等 有了这个结构以后 我们对 这个 TRNA 或者是protein synthesis 这个ribosome 怎么来制造 这个蛋白质 这一些事情 我们就更深一步的了解 让我们可以了解 它怎么去 去 去 攜带这个氨基酸 然后 这个地方怎么去认识 这个messenger R 所以 这是very important 这个discovery 所以 后来我又 离开MIT 2011年 我就回去 讨问Alex Rich 不能看这个照片 那时候我还 还算年轻 所以这个 那Alex 现在已经过世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做了 tRNA一阵子 我就跟Alex 讲说 这个tRNA 我不想做 因为 你在这种 大的实验室里面 你会发现 在我 我去 这个 MIT 的时候 他的实验室有20个post 我是 最后一个到的 对不对 所以 I will say I am at the bottom of the totem pole 你要从这个 这个图腾 这个 最下面怎么怎么爬 爬到最上面 takes time and effort you have to demonstrate 你可以做 很innovative的事情 impress 你的老板 不然老板怎么会 一直支持你 所以你们当学生的 不要老是怪你老板 不给你好题目啊 这个 什么什么 你要在那个 非常非常竞争的环境里面 存活下来 而且还要出人头地 要加倍的加油才有办法 所以我就跟这个Alex 想说 I don't want to do tRNA anymore Give me some other project ok 那就带我去MIT的 教授的实验室绕来绕去 有一些教授 要给我这个题目 我都没有兴趣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那个DNA 已经没有在做了 我来做 ok 所以呢 他说 你要做DNA okok 那这个也是机遇 那时候DNA 你要去取得这个DNA的材料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们碰到了这个一个合作者 他叫Jacques Lamboe from Leiden State University 他从Leiden 这个荷兰过来的 那有一天他 他经过人家介绍 到我们实验室 他说 我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Postak 做了 回到Leiden 那我是一个Chemist Organics Chemist I can synthesize different kinds of molecules Included DNA 我一听到DNA 我就说 那我们是不是来合作一下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些DNA的Sequence 那时候 最早的时候 要合成一个DNA 四个Nucleotide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说 那这样子 我们先从四个开始 我们来合成一个叫做Self Complementary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这一股跟它的对股 刚好是可以搭配起来 可以结合起来 变成Double Helix 所以我们就把 所有的Sequence 的Compination 给它 So tell me If you use just C and G to make a cell Complementary Tetramer how many Tetamers you can have? 我没有,你就是 你应该马上答得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 我要CGCT CCGG GGCC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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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four Combination 过了一阵子以后 他真的还帮我合成出来 就带了一个小包头来 说 Handy 这就是DNA 因为我们那时候合成DNA 都是用Liquid Phase 你们现在用DNA 是用Computer 导致给别人 We make it all of you You guys don't do anything Anyway 所以那个 是一个Liophilized Powder 那我就去把它养精了 这个很奇怪 CGCT一下就养出来 那养出来以后 make the long story show again 我一直截口截不出来 所以我跟他说 那这个CGCT我弄不出来 我们可不可以弄长一点 6 CGCGC 3 times So That is also very remarkable 因为CGCGC Crystalize it Instantaneously crystallize out Under my eye 那这个太棒了 所以我们就 把这个晶体讲出来 Again 讲出来以后 我上老街上了很久 数据也收了 那没有办法把这个结构解出来 不过 我还是有点点小聪明 我就说 那这个 要解这个大结构 我们需要这个所谓的 Heavy Atom 就跟 Bury Atom 去叫Crystalize 诶 真的长出Crystal Anyway 就把结构解出来 It was a surprise 那个结构呢 是说 像这样 It's a left-handed double helical structure the left-handed DNA 那 因为 这个BDNA We think it is a right-handed double helix So this is again based on the Fibre diffraction model 我们做了一个BDNA的 model 那你可以看出来 BDNA 我们用右边来看比较容易 你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double helix right-handed with two groove one major groove one minor groove bass pair in the middle OK 基本上是对的 but maybe a year after I discovered ZDNA BDNA 这个Dickerson也做出来 他用一个twelve 做Dickerson做出来 的确也是 more or less like this 好啦 那我们是ZDNA 那么 其实 做出来以后 就刚才的问题 它到底是三叶草 还是四叶草 这个 We need to give a name 那我刚才有讲说 TRNA You want to call it L shape or it's tau shape 都是一种 argument 那我们 后来 做出来以后 我的团式 就跟我讲说 哎呦 那这个DNA 是你发现的 要不然叫他叫我 WDNA 好不好 我说 不太好吧 这个我老板还在 我如果取这个WDNA 他可能不太高兴吧 那他说 那怎么办 那RDNA 好不好 因为他是rich RDNA 我说RDNA 不对啊 这个是left-handed is not right-handed you cannot call it RDNA 所以 我们想了很久 有一天我就看说 诶 这个DNA 它的backpoint是zig-zag 我说 我就跟Alex讲说 诶 我们拿来取他做 ZDNA 好不好 他说 不好不好 Z is the last character you know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last 那我就告诉他说 虽然是last 但是你倒过来看 就是number one 他还是不太信 他最后是 他去 有了ZDNA以后 他很高兴到处 环游世界去演讲 他跑到德国去跟人家 演讲完了 他喜欢陈勇 找到游泳 一个人 我记得他们叫RUKER 但是我现在不算去 他们两个就游泳 他就跟RUKER 讲说 You know why I discover a new form of DNA We are thinking how to name the DNA 那他就跟他解释了老板 他说 We are thinking to use it You know 老板 always 现在是说 Z 是他想的 其实Z 是我想的 但是 老板还是比较大的 他就跟他讲说 I think we want to call it ZDNA What do you think 在欧洲他叫ZDNA 德国人说 嗯嗯嗯 一边有一边想 他说 到底是乌男的 所以别人讲 他就 真的啊 是乌男的 所以回来就说 我們就叫他 叫ZDNA 所以 我们年纪大 我们养小孩子也是一样 老板还是小孩子 讲什么都不听 但是你们的朋友 跟他讲一下 就说服 网路 被骗一骗就说好 好 所以 这种权威的人 讲话都没有用 Anyway 我们就叫他 叫ZDNA 所以 ZDNA 是很重要 Name is the game If you wanna make your name on some spots you better give a good name 所以我就叫他 ZDNA 后来 我离开MIT 到Yelenor去当教授的时候 我就不死签了 我就自己取一个 牌子 这个我要花一百块美金 才能够有这个牌子 Is the land of Lincoln's Illinois 你们知道 所以这个呢 就好 这个故事 再回到主题的话 我们来问 So what? You discover a new form of DNA 它有什么用? 它有什么biological issue 意义? 或者是它有用吗? 它可以当药吗? 都不行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 来问这个问题 What might be the biological role of ZDNA? 所以一个方法是 我们去想一下说 有没有什么 蛋白质 或者什么分子 会跟ZDNA 这些作用 所以就是找到 Alex group 就找到一个 Domain of protein 这个 domain 是从这个 所谓的ADAR过来的 这是一个 Adenosin 的 Adenosin Diaminase Adenosin Diaminase Adenosin ADAR 有两个 Isoforms One of them contains ZDNA 的binding domain 这个结构 Alex Rich的 group 你把它解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 有些特别人 会与ZDNA 与ZDNA 与ZDNA 其实我们很早的时候 刚刚发现的时候 我们在 Boston Tuff Medical School Tuff 就在 Boston China 我们过一个桥 就到了 有一个教授 他是做immunology 他就告诉我 你们这个DNA 很奇怪 现在 我做immunology的人 有一种疾病 叫Auto Immune 的疾病 这个Auto Immune 的来源 有很多种 现在 你如果去看 Auto Immune 的definition 其中有一个是 If you have Anti DNA antibody in your body That would be Auto Immune disease 所以 但是 Auto Immune 它可以针对很多东西 Topo Asomers 2 Anti Topo Asomers 2 也可以是一个 Auto Immune 的来源 Anti Tubilin 等等都有 所以 他说 我们有这个 Anti DNA 我们来看看 他会不会办公式DNA 果真 真的是这个样子 他的 这些 Lupus Auto Immune 病人里面的血液 他有很强的 Anti body 会 bind ZDNA 所以我们知道 ZDNA 存在我们的身体 否则 你会不会有 Anti body 对不对 所以 现在 一个问题是 ZDNA Biological relevance 那我们就 按错了是不是 Push the wrong button Anyway ADR turns out It's a very important enzyme 这个 我现在没有时间 讲 他现在在cancer上面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ADAR 是干什么 你看 他是一个 Atenine deaminase 你们可能 对Atenine 长什么样子 不是很清楚 他上面有个氨基 Amino group If you take the amino group and convert it into oxygen what would that base become become off 那个 Atenine 他们会去做 这个enzyme 会去做一些 editing的动作 所以他是针对 messenger RNA Atenine 在适当的 一个sequence上面 他会把它 dea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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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变成 innosin OK 那 Atenine 会 pair with T innosin 所以他会 造成一个 他不是mutation 他需要有 这样子的一个 RNA editing 那 他才会 产生 正常的蛋白 所以他是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enzyme 那么 这个enzyme 因为它 act on messenger RNA so messenger RNA 出來的时候 都是在transcription stage transcription When it's happening you will have torsional stress torsional stress 会造成 最常见的一个事情 就是ZDNA 的formation 所以这个ZDNA 在 它 这个enzyme 为什么会有 一个ZDNA 的 domain maybe 可以 ZDNA domain so that when transcription 是 ZDNA 可以 attach 在 transcription complex 上面 不会掉下来 anyway 我们认为 ZDNA 可以扮演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 那 这边就有很多的 这个例子 ZDNA binding domain 可以 play many many important roles such as cell deaths or inflammatory 这个 responses 那这些我就 不续说 你如果有兴趣 去看这个 Trend Immunology 整个 review article but then again since today's topic 是这样讲 这个Basic Research mission oriented 或者 Application 但是,我刚刚离开不久以后,有一位中国大陆来的,叫张苏光,苏光铁。 他工作在Alex's group,一位我的同学。 他想要看 whether or not ZDNA-binding protein exists in the East. 在East 里面,找到了一个 putative ZDNA-binding protein,叫Zuo-tin。 你知道为什么叫Zuo-tin? 这是另一个名字。 因为它是中国。 ZUO means左,左边的左。 所以,the protein will bind to the left-hand DNA. 所以,它是ZUO-tin。 这ZUO-tin, turns out that, 他不过太多了, 但,他看了它,他看了它, 他看了它,他发现了在ZUO-tin, 它是一种的血量, 一种血量,一种血量,一种血量,一种血量。 一种血量,一种血量,一种血量。 所以,这是一个重量,一种血量,一种血量,一种血量。 这种血量。 它本 chociaż是血量。 所以,他感觉到 estranłość它的血量, 然后,他发现, 您认为,是这个血量的血量, awi式、猫像的血量。 连续tail,法动和��rotYi Studies。 他留在染尼式的血量 所以它顯示很低的濃度 這個Peptide會把水結合起來 變成一個GEL,GEL-like structure 所以這就是一個小小的細菇 來製作AQUAGEL 所以什麼是AQUAGEL? AQUAGEL mean it means that 你那個水膠一樣 我們常常在吃GEL的那個樣子 但是比GEL還要C的 This kind of material holds a lot of water 但是在那個地方,你會都有這些 每個的酵母 prepared but它會停止第一次 它會讓它們兩次 臨時它們會釋放進來 然後它們會讓它們從來 所以它們的推動 提供這種品種 AQUAGEL 食物、顧體 例如例子 我們上次在巴仙珍報的時候 很多的小朋友們燒傷了以後 如果用這樣子的Aqua Gel 把它敷上去的時候 它的肺腹非常的好 因為敷上去以後 燒傷裡面的細胞組織 那些東西不會乾掉的一個 不太容易解包 裡面的皮膚的恢復會比較快 謝清河 我們中醫院的一位研究員 他就用這個Aqua Gel 這個Peptide也很奇妙 即使它看起來有種類型的Peptide 但是它有某些 neurostimulation的功能 所以他使用它為心臟修復 心臟受傷的時候把它蓋上去 它去做這些修復 用stem cells去修復 效果非常好 所以,這裡你會 你會有ZDNA 在生命中的功能 但是,有些人有酸性 在生命中的酸性 對於ZDNA 在生命中的酸性 首先,從這酸性 你可以拿來 一些酸性 酸性 有酸性 有酸性 在生命中 製作酸性 所以,他們 轉移了 這工程 在生命中 在生命中 公司的公司 但他們沒有做任何的事 所以MIT就回到MIT 然後他們找到另一個另一個公司 在日本 在日本他們有一個公司 我看是這裡的3D Matrix 這是一個技術的公司 所以他们现在有这些材料,每年一亿产业的一亿亚洲的产品。 ZDNA是纯粹基本研究,但可以变化成很用的材料。 转弯的,转来转去的。 这个日本公司后面的金组,很有趣,是台湾人。 这就是一个例子。 你能用DNA,ZDNA,以作用的东西。 我必须要控制我的时间。 另一方面,我们最近回台湾以后,做的比较有点多的。 是叫做DNA-mimic protein。 它是一个尼钛的。 它蛋白质模拟DNA。 所以它是蛋白质。 它长得跟behave like DNA。 这个叫做DNA-mimics。 所以,那Mimicry在Nature是常常有的。 有些小昆虫长这个样子,好像是frocious,很可怕的样子。 但是这些都是Mimicry。 应该是一个蝶。 长得像叶子一样。 And so, 这个也是,你看到那只蟲在哪里吗? It's somewhere here, right? So, this is mimicry in nature. 我们也可以mimic. I mimic this little... 不过它是female,I'm a mimicry. 不太像。 这个是在韩国的基础导宗。 Anyway, 所以DNA-mimic. How does protein mimic DNA? So, here is one example. 这个是一个DNA-binding protein. 其实它是一个repair enzyme. And you can see that you will bind to DNA, and the DNA is a loop here, and the base will stick into this pocket here. And then we discovered there are a small protein that can actually replace this DNA with very high affinity in the nanomolar binding affinity. Okay, so it can go and replace this place to inhibit the function of this DNA repair enzyme. So, we began to think, well, 我做了蛮多的, 我就用最后一个例子 我就开始想, 我说, 你们如果有做一些genome study,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基因 或者protein, 它会carry 这个highly repetitive sequence 其中一个是highly repetitive D and E. D是aspartic acid, E是glutamic acid, 都是acidic amino acid, DDDE, and so on. So, what do they do? Why does protein need to have such a peculiar sequence in there? 所以, 我们就用pioinformatics的方式 湊一下Zernal AI 所以, 周嘉诚博士, 我就给他说, 你上, 上这个gene database 还有protein database 看看, 有什么样子的DE-rich sequence 有结构的 一般有结构都是会跟其他的蛋白质作用的 所以呢, 里面有很多了, 那后来我另外一个postal的企划 我就跟他讲, 我说, 我们再继续来追踪一下这些DE-rich 结果他就找到一个protein, 这个好像跟epigenetic有关系, MbD3 那这个protein, C terminal, 有一段DE-rich sequence like this top here 那我们就去问 这一种sequence 这个story is a little long, does it mimic ZDNA? 那因为我们手上, 其实是我们倒过来做的 我们是用ZDNA binding protein 我们去掉, 看看有没有什么DNA 有哪些protein 会被我们掉的 因为它是ZDNA binding protein 所以你去掉到的protein 一定是mimic DNA 所以我们用这方式去找 ZDNA mimic protein again, 长短短短, 我们发现, 的确它可以掉到这个protein 那这个protein 它有这个sequence 你看,這個 sequence will bind to Z-alpha Z-alpha在這裡 這個紅色的這個 29 nanomolar 所以這個短短的 peptide sequence will bind to Z-DNA Z binding from Z-alpha Nanomolar, sort of low nanomolar affinity 這個就很有趣了 那這個 sequence,為什麼會有 specificity against Z-alpha 所以這個我們還沒有完全做完 那一個問題就是 Can I use this sequence or its variance or its modification We can design some inhibitor for Z-alpha binding to Z-DNA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有個 probe We can go into the living system to check See whether or not this kind of peptide Can inhibit the function of Z-DNA OK? So that's another story 那我看看 我這個講到幾個 時間是3點20分嗎? OK I found out 25 minutes So let me go into the story I'm supposed to talk about namely the structure based drug discovery 所以累積了這些有結構的經驗以後 我們就開始想說 我們那麼來用我們這些能力去創造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我們來開發一些小分子的藥物也好 或者是大分子像抗體 或者最近Cellotherapy也很夯 那麼我們來問這個問題 所以我弄錯了 我其實是要有另外一張 slide 就是在2011年左右 絕大部分的藥都是小分子的藥物 OK 那時候 2011年賣的最好的藥物 是什麼呢? 是Lipitor Lipitor 是降學子的 所以它是 almost 10 billion US dollar a year 的market 所以Lipitor 它只是一個 small molecule that inhibits 這個 有一個enzyme 在Lipitor biosysic passway of the top 所以它們這個藥 開發出來 如果成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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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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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開發這個藥物 現在也沒有那麼容易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 pipeline 告訴你 要開發小分子的藥物 如果從一萬個 compound 開始 去做一個 screening 要找 我們所謂的 leads 你必須去 從 some compound library 去找 leads 你 optimize 成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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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phase 3 的 clinical trial 才能夠進入 真的 可以變成一個 clinical 的藥物 可以到 market 這個整個的步驟 比如說到這裡 我們說 你可以有 這個 ind 我們是常常講 了 New Drug Approval的一個status 所以,drug development is long and hard 最後也不見得在market可以很成功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你如果想要開發一個藥物 the first thing is, you have to identify a disease and that disease, hopefully, is very important 我用這個例子,只是告訴你說 influenza,每一年都會來一次感冒,流感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些藥 比較重要的是,against neuraminidase 這個已經有藥做了 所以,neuraminidase is an important enzyme that plays the role of infection of this virus into the normal cell because it attaches to the whole cell Hemoglutinin is also another one 所以這些都是obvious targets for us to develop drugs 但是這種target,it's too obvious everybody knows about it 所以沒有什麼藥物體 if you want to compete you need to identify a novel target important disease so for influenza virus if you look at its life cycle I want to make it very fast it turns out that not only 它需要去attach the whole cell 要進入 whole cell 因為有 neuraminidase要來作用等等等等 but in there,there's also a process called這個 at the beginning enzyme elongation you need to have anyway so they discovered that for maturation of this messenger RNA you need to put a poly-G sequence in front of it and so that enzyme is essential and required so a Japanese company called Shionogi they targeted that enzyme and to develop a new drug and that drug turns out to be the paper said that it's more powerful you can only take once a week is enough instead of other anti-influenza drugs but lately I heard that that drug also has some problem you affect the neural function you will have夢幽的問題 所以這個drug 開始的時候覺得很好 但是最後也不見得 但是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說 if you want to do a drug an U.S.D. in 2011 you can see that Libetrol is lowering cholesterol drug 7.7 billion dollars in 2011 if you look at this list 大部分都是小分子 只有一個biologics at the end here humira humira 是一個antibody drug it's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 那現在 last year humira is the top cell of all drug small molecule and large molecule 所以 這個train可以看得出來 不過我剛才講的就是 所以 這個要開發藥物 你要找一個比較好的 這個所謂的target identify disease you need to identify the target and then if you want to decide you want to go by small molecule or large molecule ok all those evaluation 那我 在MIT 後來做了ZDNA 完了以後 我想說 這個DNA 也有很多的 anti-cancer drug 會跟它作用 然後 也許來做 做一些這樣子的研究 所以 也做了一些 發表還不錯的那個 後來 後來我們到我的實驗室 他就做 actinomycin D 要做點傻傻交往 得了一大堆獎 所以這個 many drug act on DNA but they don't have all the criteria for to be a good drug ok 那 所以 這個DNA 譬如說 Doctor-rubicin 他也是一個很 現在也在用的作用 但是作用不只是 作用的DNA 它跟TOPO-Astromerase-II 也會扯傷關係 所以 粘難力在這方面 做得非常好 也解決了一些 不好意思 粘難力是你們重心的討兵 所以這個 把這個結構也做出來 所以我後來就開始 在實驗室想說 我如果要來開發藥物 我朝兩個方向 一個是朝小分子 一個是朝大分子 小分子 我就找了一個題目 這個也是有點意外去找到的 我們要來做 這個所謂的 Alzheimer Disease 這個Alzheimer Disease 的現象 我想各位都可能知道 他這個老人老化以後 有一些人 他的腦袋又外流 會形成這些PLAG 一個區塊一個區塊 這個PLAG 你只需去分析 很多是這個 叫做Beta Amyloid PLAG 那這個Beta Amyloid 是怎麼形成的 那我們就很有興趣 那 後來呢 我們也是有點意外 做了 這個我就不講 反正 現在社會的老化 Alzheimer 變得越來越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真的是需要 來開發一些 治療 Alzheimer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 所以這個Amyloid 的形成 它是有precursor 的 protein 它會被切成小片 小片段 這個APP 這個Moly protein precursor 那被切成小片段以後 這些小片段 差不多41到43個 氨基酸 會形成Aggregate 那這個Aggregate Nucleus 形成了以後 它就會越來越大 那它就會 最後就 變成一個PLAG 在腦部裡面 所以這個的 我們要怎麼樣子去 這個抑制 這個 Aggregation Or polymerization 的一個issue 所以 有很多的思考 一個是 可能 Biogen 使用 作為 Antibody 去 bind 去 PLAG 在最後 PLAG 失敗 所以 那是另一個故事 Biogen Antibody 已經 移到 醫療 3 但是 後來沒有成功 但是最近他們 去跟 美國FDA argued 他說 這個我的 population 分類不太好 怎麼樣 所以他們現在又在重做 那這個 講到一個蠻有趣的現象 Antibody 是一個大分子 那它 大分子 你打到身體裡面以後 它怎麼跑到 你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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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所謂的 Blood brain barrier BBB 那這個是蠻有趣 而且 mysterious 一個現象 因為我們在做小分子的時候 發現有些小分子穿不過去 那為什麼抗體可以過去 所以這個 Passing the BBB is a active process It's not a passive being a huge hole there and the molecule going through Instead I think It's like It's a gated phenomenon 它有 有門在那裡 那有對的東西過來 丘丘門打開 讓你進去 小分子 你這個分子不好 我不要 所以 所以我們 就開始在想 我怎麼來開發這個藥 那現在 有一個事情 就是這個 Amyloid peptide 那它形成 這個41個氨基酸的時候 我們去看這個 病人裡面 腦袋瓜 PLAG 你去分析這些Amyloid peptide的時候 發現第一個氨基酸 有50%以上 都是 pyroglutamide 它被緩化 It's going from glutamic acid 變成 pyroglutamide Those circles represent pyroglutamide OK So here's the A-beta amyloid peptide Like a sequence 43 amino acids but number 3 is a glutamic acid and occasionally number 11 also gets exposed so this N-terminal is exposed by aminopeptidase it will remove the first D sorry first D and then the A and then expose the E and in the end there's an enzyme called glutaminocycliase OK which will catalyze the reaction converting a glutamine or a glutamate into this structure called pyroglutamide now when it forms pyroglutamide it has several consequences first it removes the negative charge from the from this amino acid OK so make it more hydrophobic you can see that now it's cyclized so it has hydrophobic here oh sorry what did I do oh so here's the process so N-terminal pyroglutamide could be formed from glutamate or glutamine glutamine it will remove ammonia but from glutamate it will remove the water so in general this is the more favorable reaction the pyroglutamide forming from glutamate that time needed is a thousand to a million fold slower than pyroglutamide sorry from glutamine but nonetheless it will do it so that's perhaps why the process is slow you know in the brain pyroglutamide first need to be formed by amino peptidates and then secondly glutamate will be converted by the enzyme in situ into pyroglutamide now pyroglutamide I was going to say since it's a cyclized N-terminal so it will resist the ordinary amino peptidates so it will stay there longer it becomes more hydrophobic namely it can form the aggregate more easily okay so so here it will we certainly need the enzyme otherwise the spontaneous cyclization will take years and years to perform so this says we hypothesize that QC this enzym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of this plaque namely perhaps it's important in Alzheimer's disease that's our now the Alzheimer's disease nowadays many many people and company try to develop drugs for it and there are some drugs relieve the symptom you know cognitive improvement and so on a little bit but not really cure or remove the the plaque so that you can recover you know so you can see that going from the outside phase one there are many many compounds using different targets phase two and and then finally phase three but yet there's still no clinically approved drugs so far and there's a company which developed a molecule which I would describe they it's a QC this is a company from Germany and so this is the company that they changed the name recently into Vivobrine this company started the Clutaminocyclius this enzyme study about the same time as when we discovered the this QC and we solved the structure but you know the company has a hundred people there so they do a lot of things and I have only three people so so our movement in terms of creating the inhibitor for QC is very slow but you know for drug development first it's certainly nice but first also it's a risk because you charge ahead and you spend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US dollars and in the end phase two or phase three fail well you waste all the money so it's nice to be number two you you wait I waited there and to see whether you succeed or not if you fail then I said okay bye-bye but if you succeed I can create better best than yours so you only charge ahead in front of me right you pass through all the toxicity animal tests and so on so when I have one that is better or even hundred times better then okay we have a chance so that's our strategy right now okay so we use this actually crystallography structural base development I won't get into the detail and this is the enzyme target so we look at their development and this is one of the compound they tried okay this is not exactly the one that currently in phase two but similar so when we look at this structure and we say ah yes certainly requirement because this enzyme is a zinc enzyme so it requires zinc chelation moiety in other words this kind of tryptophan-like molecule here this is not quite tryptophan and then benzoyl imidazole and so it can chelate zinc this is essential and it will have we have another hydrophobic group here and this is what we call the pharmacophore design so so we want to analyze this and keep it essential functions of them namely this part this part can even be changed in fact we later on change to a different slightly different because this one this kind of urea derivative here has a problem it can you see here it has what we call the chiral center so if we use this even when we separate the R and S chiral forms it will interconvert again so later on we don't want this so that's some of the detail in chemistry design that you have to also pay attention but nonetheless we use structural analysis to identify that the structure this is the company's structure it's the S form that's active but not the R form okay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so I skipped a lot of thing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we discover a compound X I won't give you the detail I cannot reveal even though we already patented but so this compound has the KI of 7 nanomolar okay and it has we have the crystal structure we know everything but here's the summary okay so this is the reference compound from the company you can see that it's KI is 34 nanomolar and ours is 7 nanomolar so we are the five times better okay and in terms of the IV treatment when you inject a compound into your body it will be clear by your kidneys and so you'll be clear away using this cytochrome P450 system modify secret it out so this clearance rate in you know in the animal body you can see this is in the mouse okay that the clearance rate is 64 what is the unit here I don't have the unit but anyway this is the rate indicating that it's very quickly got secreted out clear away but ours is again about eight times slower in other words our compound can stay in the body longer okay so we can use lower dose the drug will stay longer so we don't have to inject too many times a week and our another important criteria is what we call the AUC this is the volume sorry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drug in in the plasma and you can see that R is almost again ten times better in the brain same thing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here is this so-called B over F what is B over F means it's brain over plasma sorry B over P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namely how effective it can pass through this BBB because you want to cure the disease in the brain not in kidney or not in stomach so all this together we believe we now have the best in class Alzheimer's disease of this type okay so so it's not so bad we are not the first but we their compound is already currently still active in phase 2 clinical trial 它還沒有 還沒有 掉掉 所以我們還在等 OK 等它這個 如果摸 it's very good 好,我們就抛出來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正在做 所以 那是 one example 那我們的drug 也沒有問題 toxicity 都很好 所以 它就是說 就是说,我们用500mg per kg 他都没有什么症状 他也不会脑袋要坏掉 所以,我们可以用低度、长时间的治疗 我们正在做动物实验 因为我们也去找了一些投资者 说这个多少多少 像林荣锦他常常在那里抱怨 我说,你们这些学者每次来跟我讲 都说你的脑袋多好 我问你一两句,你们就破功了 也有点点这个味道 我们去讲说,你看我们这个死没好 他说,那你有没有药效的证明 也必须要试试 是呀,我是患病 我什么都要做 所以,我们需要做生物试试 所以我们要去合成一大堆 一百个grams的kampan 然后做成chow 带,然后给喂老鼠 然后去看看老鼠在水迷宫里面 游来游去,我们改进啊等等 所以, ongoing 但是,我们有预期的结果 那这个是typical的 你要开发药物的一个表 你需要做的 我们叫做TPP Target Product Profile 那这个,因为我们跟 国务院的生药组合作 所以他们很有经验 那我们的profile的目标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target profile 我们需要有10nm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是这样子 所以,每个东西 我们比较比较比较 我们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 现在,我们只要做 我们要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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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实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特别的 但,我们已经已经结束了 所以,它 shows promising results 我可以说 所以, here's one example of a small molecule development OK 但, I don't have time to go over to the other example namely, the biologics 所以, I will skip 但, you can see here now, in 2016 compared to 2011 这个 top-selling drug 是YUMERA YUMERA is for us Rumatoid Arthritis 那,它是一个antibody 抗体 那,你可以看到 从2009年 它5.6 billion US dollars sale 那,在2016 是10 billion 就是100亿美金 所以,一颗要有3000亿的价值 我一直跟各位同学鼓励 我们如果能够开发出 几个这样子的药 那,我们就 不会被台积电一直在笑 因为台积电说 你在弄一年 不过一两亿的这个 什么产值 什么 都没有面子 所以, we need to make this kind of effort and try to make some discovery 那,因为我时间不够了 我就跳过 这个antibody 但是我想,我们跟这个杨安瀉老师合作 也是应用 我就长话短说好了 我们最后 从这个antibody 这个il-1-beta 的角度 我们用structural biology 的方式去改进 我们的 我们刚刚开始拿到的 从杨安瀉教授那边拿到 他的kd kd 是3的 乘语师的 富博之方 m m 就是不到nano molar 但我们把它改进到 sub-nano molar 所以已经蛮不错 但是呢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去做这个ic50的测试 跟commercial的drug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drug 在1.34个nanogram per cc 可以达到 同样的 这个 activity 用这个 kinema 这个另外一个 anti-il-1-beta 它需要是三个 这个nanogram per liter so r is almost 10 times better even though our affinity is slightly worse 所以抗体 affinity is not the only thing 所以你如果开发抗体的时候 你说 我的只有10的11次方的affinity kd don't worry about the bottom line is does it work better at least in cell-based or in animals ok 那我们也在开发一个 所谓的新的 这个方法来做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那也蛮不错的这个结果 我今天没有时间来 跟各位 最后我想我们的一个目标是 希望我们在台湾能够建立一些 生技园区来开发这些 最后我讲一点就是 那我们刚才我刚才讲的这些技术 不管小分子啊 或者是这个抗体啊 都已经相当成熟 是mature technology but we need to look forward 我们要看 为了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这个mature technology 这个抗体的意思就是 我们有一个英文的成语 就是 you already picked all the low-bearing fruits 剩下来的水果都在上面 it's harder to pick you need a big ladder you need some tools to pick it so what are the tools that allow us to do that? you need to pick higher-bearing fruits 所以呢 我们也要了解很多basic research 最近有一个消息 这个是September的时候出来的 有一位教授 薛瑟 薛瑟 他好像在Cold Spring Harbor 在Cold Spring Harbor 他就把目前 这个所谓的这个 target therapy 的药 especially like taracin kinase inhibitor 这个TKI 他们说 我是针对某一个Gene 这个passway 里面某一个Gene 我去block它 他就一个一个去试 结果 9 out of 10 are the wrong targets 所以这个 让很多大药厂是很没有辨子 就是 他们说我是针对什么 HER2去开发的 结果出来了 这个kampan不见的是针对HER2 因为他把HER2 mutate 或者怎么样子 结果一点影响都没有 oh sorry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 go read this paper quite mind-blowing 第二个 what are the future technology that we should look for every year 这个 Bill Gates or somebody will predict what are the next 10 important technology so here is WEF predict 这个在2019年有一些 那很多跟DN 这个我们 agriculture 或者biotechnology 有关系的 有一个东西 你们可能有兴趣 有一些蛋白质 它有一个特性 它就是说 它的蛋白质是intrinsically disorder 它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结构 但是它跟partner作用的时候 它结构才会出来 所以有没有可能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疾病 跟这些所谓 intrinsically disorder 的protein有关系 how do you develop some molecules drug that will interact specifically to certain intrinsically disorder protein that's tough but that's a challenge we throw it out for people so here is disordered protein as drug targets is one of the future challenge there are other things i won't talk about but 这里还有一个 DNA as a storage material ok 现在 你们比较熟悉的就是 DNA sequencing you can send I think is for something 123 you can sequence 100 dollars or sequence your genome and tell you whether or not you have something terrible inheritable disease potential or not Julie what's her name 很有名的女明星 Jolie Jolie sorry 她有这个 Blocker筋 所以她把她的breast removed for preemption Anjolina Anjolina Jolie DNA sequencing you are familiar with but what about making DNA I told you 50 years ago 我在make那些DNA 我是白天的 我要用liquid phase 现在都用DNA solid phase 在合成 DNA 现在合成 DNA 都是 so far still用 organic chemistry 的method 可以看过 大概到 100个 Nucle 就差不多了 要超过 就开始 會有 error 那個意味也會變得很弱 所以 我們現在正在 發展 我在幫忙 一個 我們台灣自己 在訓練 他是Illumina 工作過 所以用 biological 的方式 合成DNA 我們希望 能夠 synthesize 超過 1000 Nucleotide 每次 你 以為 不用 這個 organic solid 所以 是 所以 這是 的挑戰 被 WEF 現在 為 我們想要DNA 你 有 公司 叫 Twist 你可能會知道 The comp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它最大的客戶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一個是 Amazon 這個賣 俗的 Amazon 還有另外一個 我現在忘掉 好像是 Microsoft Why Do this kind of digital company Want to have DNA 這是技術 技術 DNA 你們都以為 是一個 organic molecule 所以不穩定 它 Don't last long Untrue DNA If you look at Jurassic Park Jurassic Park 那個DNA 被包在裡面 它 Passed millions of years DNA DNA Under proper condition 是非常 很均衡 它可以長 可以長 差不多 forever OK So Stability 是不一問題 DNA DNA 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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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 Nucleotide So The information 是在小小小小小的 最大小小小的 可以被 amplified DNA DNA 是現在 是個 其次 或是 其次 Generational Data Storage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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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ah EST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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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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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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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科技技術上,我們現在移動了成分的成分 所以,一個叫做成分的成分的成分 現在已經是用了和公司 在昨天,我們台灣的細胞療法有一個叫做特管法 剛剛通過這個 這個可以正式在醫院裡面做 第一個醫院是一所大學的醫院 將來也會有五、六個其他的醫院會做 這是一個很驚訝的一個技術 我有在做一些幫忙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必須要看未來的 從小的細胞 到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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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理 像一個例子 來的,來的藥物 還有很多 在未來的可能性 所以,我認為 科技技術上有很多 在未來的能力 我鼓勵各位同學 好好想一下 但是要在這個基本 基礎研究跟應用研究中間 怎麼取得一個平衡 或者靈活的應用 這個就要好好去想一下 所以这个conclusion 再回到Einstein 当然他有很多 他建议说follow your curiosity, always 你这样才会有创新的一些东西 要坚持,你不要做个两三天就说 老师,我不做 我没有问题了,学生有没有像这样 还好 but anyway, so I won't read all through but you can see, you know, we all think alike, anyway to be successful, curiosity, important but you,你不要担心你会make mistake we always make mistake but after the mistake, how do you improve from the mistake that's the issue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公共用战的时候我不知道 有一些学生啊,那我说 诶,我们来这个protein, very excited let's get the structure done we need 5mg 就去colon了什么 完了以后,说老师 有啦,我有protein了,给我看那个叫 勉强可以看得到 我说你有多少 oh, I have 5mg 5mg, you know I need 5mg so 5mg and 5mg 是几倍啊? 一千倍,对不对? 就回去了 给我养100倍的sell 你觉得这个对吗? 当然不对嘛 我要你的是说 你好好回去看你的cloning的技术啊 设计啊等等的,是不是对啊? 等等啊,还有没有什么 mistake 你给我用100倍,也不够拿到0.3个munigram 也不符合我的要求 0.5个munigram 那你用掉我100倍的材料费 拜托 那你时间啊什么的 所以 you can make mistake no problem but how do you cleverly innovatively improve correct the mistake and go forward that's the issue ok so I think I went over time a little bit but all those work are the contribution from my group group? I think no you graduate too long but anyway so they all contributed to many of the work I described here I thank them and I think they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this contribution ok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感谢王慧君王院士今天精彩丰富的演讲 相信我们都从中学习许多收获满满 在问答时间开始之前 申科院也准备一份礼物 要致赠给王院士 现在我们邀请申科院 全木成院长 上台为我们颁发礼物 也有请王院士上台接受我们的致赠 麻烦摄影师请准备 谢谢 好的 谢谢两位 再请各位热热烈的掌声感谢王院士 现在开放问答时间 现在我们请陈全木成院长为我们主持问答时间 欢迎同学及师长贵宾们 把握机会 踊跃举手发问 好 机会很难得 其实我们在邀请王院士的时候 他的schedule都很忙碌 好不容易这个先期 我们邀请到副院长来这边 给各位做精彩的演讲 那我们在座的就有几位 是王老师这边 王院士这边的得意门生 公用所长 机制所长 王卉民老师 也是在王院士的实验室栽培之下 都表现相优秀 那我们是就把时间开放给在座的 各位老师跟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出来跟院士这边做一些交流 欢迎各位问 中英文就可以 日文他还不行 来 请 我们又是您好 谢谢您精彩的演讲 我是后面文老师 老师后 我姓简简简 你是我的徒孙 是 是 那我有一个简单 但是我很好奇 是老师 那时候选择 GCGG 他为什么没有选择 ATAT CG Baseball 比较稳定 CG Baseball 这是主要的原因 因为 CG 当它Tetrum 它的Melting Point 大概已经到五六十度 在Solution 它自然会去新增 一个Double Helix 所以我们就把四个Combination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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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们可以针对ATAT做一些实验 就是 如果现在的话 我现在 你再去做CG CG 大概不能发表 没有 所以 你现在要去做的题目 一定是比这个复杂更多 早期 像这个 现在的CRISBOT 得到假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就是 搞这些 intron structure 等等 那就是很复杂 RNA 要几十个 上百个 nucleotide 在里面 所以 就要看你要 探讨的题目是什么 去设计 像蛋白质好了 我们在 要解一个蛋白质的结构 我们 第一个 一定要去分析它整个的Gene 它有没有Domain Structure 它有没有一些可能 刚才有讲intrinsic disorder regions 等等 所以要去做一些 先做一些分析 取得适当的材料 去做它 不然 你把它整个CG弄出来 有时候也表现不出来 有时候是把它沉淀 等等 所以 我想 不管你是做哪一方面 都一样 要先好好设计一下 好 OK 来 王老师 谢谢院长 谢谢老师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老师做的都是DNA 那有没有特别想说 这几年 对RNA 或者是一些 更不稳定的去挑战 或者是更小片段 比如说像蜜儿这一类 另外一个是 长到这把年纪了 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也想请教一下 就是 如果是说基础科学 有的时候 在应用面上来讲 就会比较难 那如果朝着商业上走 好像基础科学 可能就会 就会 守不住 所以在这个方向上的选取 应该要怎么来做考虑 当然如果是学生 可能就是要发论文 那现在不太需要发论文了 的话 要怎么做一些选择 好,谢谢 我想 其实早期的确我做DNA比较多 那后来 跟DNA的这个 相关的一些题目也有在做 像Protein DNA Complex 但是慢慢的 这个 要去触碰的题目 就会跟 这个整个领域的发展有关系 那其实 像抗体 我刚才有提到 抗体不一定要跟DNA有关系 那其实抗体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 我就 graduate student 50年前的事情 我就在碰抗体 那时候 我有个同事 这是我的老师 那时候他在做这个 small molecule的抗体 small molecule抗体 他们很有趣 可以开发出这个抗体的 affinity ranging from micromolar到 nanomolar到 picomolar到 femtomolar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fundamental的问题 Why do you have molecules 这个类似的抗体 它就是这个 CDR去改变了以后 为什么affinity 可以从micromolar变到femtom 是六次方的不一样 这也是一个很基础的 一个科学问题 但是在这个问题 你解决了以后 这时候你就有一系列的抗体 你可以去应用 你有的需要 很高affinity 那就去用 最高的 那这个其实 类似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跟林俊宏老师 这个 合作的时候 我们所里面有 林俊宏 他是在做一些 这个 transition state inhibitor of glycoenzyme 那他就 发展了一系列的 analog 那affinity 就是像我刚才讲 没有到femtomolar 不过 从micromolar到nano molar到picomolar 那我们就把它的structure 都解出来 那就发现 它其实原理蛮简单的 但 micromolar的时候 它的affinity 那么高的原因是 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空洞 在里面 那有些地方就水塞在里面 但是呢 到nanomolar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有个loop就下来了 但是还有两颗水在里面 in the end 到picomolar的时候 那两颗水不见了 那这个loop整个下 就好像一个 章鱼就好了 抓住 这个也是很basic的研究 但是从 这个 transition state analog inhibitor的设计 也很有用 那这样子 可以帮忙我们在 这个设计 小分子的药物方面 也都很有帮忙 那你 问到说 这个 我常常讲 所以你记得 我第一张出来就是 basic research 跟applied research 其实是一面两集 一体两面 那 所以 我们常常讲说 你如果有一个basic research so important it must have some potential for application 只是你要怎么去 把这个potential 挖出来 那你当然也可以讲说 我也可以做 这个 像我在开发这个抗体 那我 我举个例子 我跟罗弗伦合作 他开发了这些抗体 被賣PEG PEG 是very non-antigenic 一个molecule 那PEG 他现在 他做的时候 有没有去想说 他那些PEG antibody anti-PEG antibody 被賣得很好 但我可能还没有想 对不对 但是这些抗体 正天路 东塔马 我们把它开发出来 前一阵子 在我们中原院里面 是收入最好的 一些project 他不take transfer 他就是 你药厂要 anti-PEG的抗体 人来跟我买 所以那时候欧院长才能讲说 我怎么一天到晚在签 这个 要付钱 收钱 因为他收进来 我们终于要分一些 好 那 那我们最近也把他结构解出来 他怎么把你这个PEG 也蛮有趣的 也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也 现在发表 不是top journal 但挺好的 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个 journal Journal Biomedical Sciences 早先的时候不是那么好 那现在 听说 五点 六点 到六点 不错 所以 所以 你要 但是你如果说真的有一个 很好top的发表在Nature 什么 Soon or later you will find some application 对 所以 If you do the top basic research 那很好 其实我觉得 你既然那么聪明 一定可以想到什么 这时候再转出去 好 不好意思 来 波叔叔 谢谢 谢谢老师精彩演讲 那 其实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 其实我在老师的实验室 大概是20年前 那 其实我一直从20年前认识老师 因为我是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班学生 那进去之后 其实我看到老师 对热情的 最研究的这种热情 老师讲 我觉得他现在跟20年前长得差不多 没有什么变化 那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老师 是说 其实 呃 经过这20年 老师讲 我会进入研究工作20年 那 其实也算是老师的启发 然后才持续到现在 可是在做研究的构成当中 其实 蛮常会遇到 哇 这个很累的情况 或者是学生可能觉得 啊 生计也许没有什么前途 那 可是我看老师的演讲 其实我听了很多次 我都总觉得老师在 在研究上 或是在看paper 或是innovation 什么各方面 其实都保持着一个赤子之心 都是 勇敢值钱一直冲 冲到七十几岁 还是这样的热情 那 那 所以 其实我 我实际想问说 老师你怎么做到 其实我从来没问过你这个问题 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 好谢谢 哇 这个 Einstein已经讲了 保持赤子之心 always maintain the curiosity 所以 你要对 你周遭的事情 或者上天下地 一定要有兴趣 有兴趣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去观察 我也是在观察人 为什么佛明洪跟佛明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特色 那 这个也是 observation also requires 所以你们有一些 这个 好了 不要讲见不准人的事情 都知道了 虽然我不讲 所以 那 这个就是 你要maintain 这种好奇心 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奇心 每一个事情都有好奇心 那 你就会觉得 做起来就不会觉得辛苦 或是为了什么目的 那 当然 慢慢的也许 像现在有人找我去 去帮忙公司 那个就比较烦一点 因为那个的话 他有任务存在 那就 就有一些pressure 在那 但是 我也去尝试过说 去run 公司 等等 不是directly 不是indirectly 我听说完会没有好几家公司 我只有一家公司 然后 我已经失败过两次 所以 这个 这个失败的时候 有时候是 就是investor的钱 但是 我是在看像美国的 这个 Silicon Valley 也好 或者是Biotic Department 他们认为 刚才 这个 Einstein也讲 Don't worry about making mistakes Everybody makes mistakes 但是 在美国 这个 这种 philosophy 你去开一个公司 你也 静静去run 最后失败 失败不一定是你的原因 That's ok 所以他们会说 哦 那你有多了一个经验 所以下次要找另外一个公司来找你 也ok 所以 所以你都要去尝试嘛 实验也是一样 那当然我们 像我实验室待过 那 我们有一些东西 像我在MIT的时候 我们的机器 不好意思 我老板是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 对于这个 花钱啊 都会想很久 那 所以我们的那个 X-ray defectometer 这非常非常烂的 但是 当你一个烂机器在你实验室 你又想要做好一点 那 没有办法 只好动眼睛 什么题目我可以用 我这个烂机器 会做得最好 当然 后来我们的一群 poster 受不了了 我们就有一天 我们真的就罢工 我们所有人 就跑去那个附近的吧 去那里喝酒 就不回实验室 Alex 信他说 咦?什么都没有人 我们就跟他讲说 Alex 你再不买这个的话 我们明天也要罢工 他就赶快啊 写一个grant 后来也拿到一个新的机器 对不对 他还省到什么程度 像我在他的实验室的时候 我们那个铅笔用到差不多这么长 我就丢掉 丢到垃圾桶里面 他每天来就去垃圾桶 还可以用 所以他的办公室里面一打 就是这么长的铅笔 那我 我们这些人 反正看业绩在管你 然后你也是一样 是不是 当然是这样 来 I think you have some questions OK Thank you so much professor Thank you so much professor For such an inspirational talk I would just like to ask you one question For the young researchers Is it still worth to work in the field of DNA structural biology How do you see the future Is it worth to study the DNA structures by using X-ray crystallography or how do you see the future of X-ray crystallography or DNA structure biology I wouldn't just focus on DNA crystal structure because that's par se you know There are so many I mean there's small variants of So I often ask Mihong Don't worry about those DNA again You know You can trick Playing some small modification of drug Or this or that But It won't go very very far You know So you should look at What are the I already listed a few Challenging things Yes Yes Now of course you need to evaluate Whether you have the proper tools Or the proper environment To tackle those difficult projects But yeah Plenty of projects you can do Structural biology Is evolved into it To the degree that Many of the X-ray crystallographers We worry You know In the past we always say The NMR guy You forget about NMR You have a building With the NMR Sitting there doing nothing You know Because the technology evolved And I I came back to Taiwan I helped To push the synchrotron facility To establish and so on But now What's fashionable nowadays And indeed it's very powerful Is cryo-EM For me I'm too old To touch cryo-EM And So So Young people can go to cryo-EM Because cryo-EM can handle Different kind of problems You don't need crystals One thing But I I I would say That Everyone shouldn't have just one skill You should have Multi skill And You can underst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lationship And You can Switch Tools If this Tool doesn't work To another tool If necessary Right Yes But in terms of research You don't want to jump around You don't want to Today I work on A And tomorrow's B And next day's XYZ Then I always use a metaphor That This is Tought to me By my Next door neighbor When I was a Junior postdoc He was from San Francisco And he's a Cantonese American So he told me You know His father opened a restaurant My uncle always told me That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You want to be a cook You better be Very good at certain Dishes Don't Today is Indian food Tomorrow is that food You won't do a good thing So he said If you spit You can spit On one spot In a year You will see a spot There But if you spit There And spit There Ten years later Nobody Can notice Where you spit You understand Yea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好 其實時間差不多了 那王延師其實剛剛跟我們分享 從最基礎的一些DNA的結構 還有一些藥物的開發 Ultime disease的一些drug development 甚至他在走向一些產業化的歷程 我想在座的老師同學應該都有很大很大的收穫 尤其王延師最近這幾年還投了很大的心力 在幫忙國家推動這個南港生技園區 整個這個 這些生技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深化基金會 在王延師的一個主導之下 其實他每年投了很多的心力 在做一些人才的培育 我們現在教育部每年的 那個全國的創新創業的大賽 後面的這些獎協金都是 王延師這邊的一個support 所以對這個年輕人才的培育是相當相當的用力 那我們是不是要用熱烈的掌聲 再謝謝王延師 精采的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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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